伊朗这次能提前5小时拿到以色列即将发动袭击的情报 我这两天在以媒以色列时报上看到一个说法 他们援引英国天空电视台的消息 说是弹毛给伊朗提供的情报 如果这事是真的 我觉得弹毛的情报保不齐 就是从以色列这直接透露出去 也就是说早在此次袭击发生之前 以色列就已经和伊朗私底下勾兑好了 你那边要做准备就赶紧 我总得做做样子 不然国内没法交代 而最后也确实是这样 总体来说伊朗防空系统的表现还算是合格的 算是经受着考验了 大毛跟中东小霸这间私底下还是有沟通渠道 反倒是美国出了事之后 却跑出来表态 说我不知道 这当然也是鬼话 这个世界真有趣 很多事情都不像仰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 照眼下的形势来看 朝鲜出兵俄罗斯的概率越来越高了 大毛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想着在俄乌谈判之前为自己尽可能的制造筹码 没准是让朝鲜去镇守库尔斯克做好收尾工作 大毛一门心思拿下红军城筹码越多 到时候和小泽要起架来就越有益 无论情愿与否 乌克兰这回大概率是得让俄罗斯切发肉 乌克兰想要固权大决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了 现在就看小泽怎么保住自己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大概率是要流亡到美国或欧盟国家当政治认人 至于美国最近折腾买折腾去 让伊藤西越搞出了那么多妖娥子 无论是想在我们周边挑起朝鲜半岛的战断吧 关于我们在半岛问题上的态度 王毅外长当年有句话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朝鲜半岛不是中东 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1%的可能性都不行 所以这次我们丝毫没给美国乱来的机会 这又是时隔44年再次进行洲际导弹全射程试验 又是在台岛周边组织声势浩大的联合历界 2024毕业席 我们这一系列举措 就是明摆着提醒美国 你不要乱动 你要是乱动 我就直接放大 所以美国最后老实了 说句实在话 现在的美国是真的不行了 俄罗斯那边召开金砖峰会 美国人的一大关注点 居然是出席峰会的古特雷斯 因为他是联合国秘书长 至于其他关注点 其实也很肤浅 比如也与金砖没有统一的信仰 什么人都有 这样的组织很难有凝聚点 这些暴论简直把我给看了 一个县城的样摆 东盟就摆在那 东盟都能发展到今天 金砖为什么不行 你们美西方媒体 难道是眼瞎看不到吗 如果美西方最后把自己理完死 其中一种死因 我想应该就是傲慢死